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12日传唤维权人士胡佳 前一晚警方在胡佳四岁女儿面前进行抄家 有学者指出大陆根本没有基本人权 也就谈不上对儿童的保障 你好 我现在在警局里面不太方便读出什么 就刚走完治安传唤的笔录 现在还在等进一步的结果 我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去 这是12号中午过后 记者终于打通胡佳手机时的情况 当天早上9点半 胡佳进入通州分局之前告诉记者 前一晚约8点 他和女儿宝宝刚到家不久 一群警察就闯进家里 前后一个半小时 当局已在剥夺政治权力期间 涉嫌违反监督管理规定为由 抄走了他和妻子曾经验的电脑 没有让宝宝太明确地意识到 这些人实际上是来伤害我们的 对我们权利进行侵害的 警察占了一屋 我不想让他意识到那是警察 但是警察走了以后不久 他才说八个警察站在屋里 就是不容易冒出这样的一句话 这说明其实他又是懂的 当时在成都出差的曾经验 听到消息 担心女儿受到惊吓 马上就哭了 那整个国家是处在一系列 检查人权不遵守法律的刑犯 如果你基本的人权不能保障 你谈什么儿童的人权呢 像这样一件事情 它就是很明显的是离开了法制的轨道 如果都回不到这个轨道上来 就是从寒死亡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去年6月 胡佳出狱之后 不断在网上关注包括陈光成 艾未未等人受当局迫害的处境 胡佳认为 最近他积极呼吁各界 关注并探视 被监禁在新疆沙亚监狱的高智胜律师 是被抄家传唤的主要原因 新唐人记者梁新 叶嘉玲采访报道